嗨,朋友们好,我是老简官世界 朋友们,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商讨一个问题 用15万一次性交社保 或者是买四大银行 用分红来买社保 你选择哪一种 朋友们,其实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是不是一次性交了15万就可以退休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如果你的退休年龄 这个是60岁的话,男同志 这个你没有到达这个60岁 你即使交了15万,你也不可能退休的 那么我们打个比方说 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一次性交15万 办理退休手续呢? 比方说男同志 你50岁才参加社保 那么你到了60岁 是不是才交10年 那么10年你就不足以 这个办到退休手续 这个最低的门槛 那么你就得孩子交 你61岁不能退休 62岁不能退休 一直要交到65岁 也就是说50岁到65岁刚好15年 交满了,你就可以退休了 其实就是延迟了退休 这个道理 在另一种情况之下 男同志55岁才参加社保 那么到了65岁你都还没有交足15年 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把那没有交的那5年 在65岁的时候一次性的交进去 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办理退休手续 所以说只限于那一种情况啊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各个市的交的这个60%的社保 是多少钱呢 那么从目前来看 有些市交的是8300多块钱 有的城市交的是8900多块钱 因为每个市的经济发展 这个职工收入啊 这个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不同 所以说交的笔数 这个总额的数字啊 这个有不大相同的地方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工商银行 因为他说的是四大行嘛 那么四大行里头 那么领头呢 应该说是工商银行 今天这个大盘是跌的 现在是跌的 它的价格是4块6 4块6左右 市盈利是4.33 那么属于低位的这个市盈利 这一阵子所有银行 它的市盈利都处在这个历史的低位 而没有任何的起伏 起色 也就是说涨不上去 那么我们来观察一下 工商银行去年的分红情况 它是十股分二块六毛六 也就是每股分 也就是每股分二角六分六厘 这么多 应该说它这个分红率是 在股市里头是挺高的 属于高水平的分红率 我们接着来分析 如果用15万元 来买今天的工商银行 这个股票 也就是4块6毛钱左右 这个股价来买 可以买多少呢 可以买3万3千股左右 那么我们再拿这个3万3千股股票 来乘以去年分红率 这个每十股分二块六毛六 那么我们可以分到红是多少呢 是8778元 那么看来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呢 它是对这个股票的分红 还有我们15万一次性交社保 这两种方式 它是做了研究的 因为两种数字算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你分红率 也是8千多块钱 如果说你要呢 这个15万一次性交进去的话 那么你每年也是要交这个 8千多块钱 那么两者相差不多 但是有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就是 银行这个业啊有不确定性 因为我查了一下工商银行 它的这个贷款的规模 贷款的这个贷款的结构 这个它最大最容易获利的地方 贷款呢 是咱们的这个房贷 也就是咱们全国 也就是咱们全国4亿多房奴 所欠下的银行的这个房贷 实际上这是一笔优质贷款 因为现在全国这个房价还是比较稳定 虽然说近期出现了很这个下跌的趋势 但是没有下跌到这个大家还不还房贷这种地步 也就是说还没有到达断供的地步 所以说现在 优质的贷款结构还是属于这个房贷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银行这个房贷是有风险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在上个月就实现了这个人口负增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死的人比这个新出生的人更多 也就是说成为了负增长了 那么这个趋势要是不改变 还继续下去这个国人不生孩或者少生孩 这个跟不上这个人口发展的需要的话 那么人口就是这个近下降的这种方式继续存在 那么以后这个房产业它的前途肯定是不会很好的 所以说要工商银行长期的要保持这种高分红率 也必须要保持这个房产的稳定 那么才能够达到这个它的分红目标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投资者这个买银行 如果你是用来买社保分红的话 那么你心里面一定要有韧性 怎么讲韧性 比方说你这个工商银行今天是4块6 那么或许在后天明天跌到4块5 4块4毛多都有可能 因为股市它每次每天都是在活动的 都是在不断波动之中 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它低了 你就心里面老是憋着 有的时候就去操作或者又去买进或者又去卖出 那就不行 你要记住你是买来分红的不是来炒股的 如果说你以炒股的心态来投资于股市的话 你就不可能用那个工商银行分红来交你的养老保险了 因为你没有那个心态 你没有那个韧性 是不是 总之来说这个股市啊 它是这个政治经济学合成的产物 它具有很大的波动性 这个不可确定性 它要受很多地方的影响 它会受到很多世界上甚至国内的因素的影响 比方说战争 战争来了这个股市肯定是波动很大很大的 第二个是国际的国内的金融风险 我们经历了前一次的经济危机 08年的经济危机 也经历了这个上前年前年的这个疫情危机 那么我们股市都都反映出来是大跌 所以说我们这个投资股票用来分红 这个买养老保险了 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还不怎么提倡 我提倡这个如果说有15万块钱 你干脆你就踏踏实实的 每年的交自己的养老保险还是比较安全 不知道大伙的看法怎么样 谢谢各位观看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